小杰台北采访某道 那几家餐厅倒是饱受惊魂 平静了好一阵子的桃园机场 又出现新的状况 昨晚一行下的地下室餐厅 突然震耳一聋 天花板开始掉落碎片 紧接着烟雾弥漫又开始漏水了 让旅客们大呼离谱 原来当时正在整修一四十挖土机 强烈震动造成下方餐厅 是布满了灰尘 行站也紧急要求 立刻停工 傍晚用餐时间 桃园机场餐厅天花板漏水 滴滴答答 业者赶紧拿出水桶来接 只见细小的碎块纷纷掉落 空气中弥漫着灰尘 又传来阵阵噪音 这可让现场旅客和机场人员 全都傻眼 震动频率太大 把我们墙上的一些装饰品 给生下来震破了 还有上面的螺丝帽也跟着松了 事件发生在25号下午5点 桃园机场出进大厅外车道 正在施工 疑似是挖土机造成强烈震动 不慎造成路面下方两家餐厅 天花板碎块陆续掉落 甚至连墙壁上的装饰碗盘 也一起摔落地面 事工单位他们协调就是 以后在事工的时候 考量到营运的时间 然后尽可能避免干扰到旅客 整个还有其他的服务品质 航站人员赶到现场了解 并要求暂停施工 就怕影响旅客用餐 只是桃园机场又出包 恐怕对国家形象又是一次伤害 PV新闻林志伟桃园采访报道 回到社会焦点 在台北发生一起家庭的悲剧 有名83岁的老先生 生存